大家好我是Mika 今天来去讲一下5月9号神方松情报 还有5月12号坦诸爆新闻的震撼号 那这边首先就还是会讲到神方松的位置 那今天就有去追加到敲讨伐作战 比较遗憾的点 他没有去追加到第二个超旧级 只不过 当然他这个关卡系列下来 就跟之前的小元还有通灵皇一样 他虽然就是一系列的关卡 但问题说关卡难度还是不低的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 还是会对不少玩家做到这个挑战 关卡整体下来还是会分回三个难易度 跟之前一样你要慢慢的打上去 那根据关卡的难度来去决定你去获得到殉章 那最多周可以一局获得到100个殉章 用到特定的角色周可以让殉章翻倍 那基本上一局嘛 最多周在翻倍的状况底下200个殉章 那各位啦周可以看得到 他可以去交换的道具 那合计需要的殉章就是2万多 所以嘛这边下来的话就需要到 打100多局 打100多局 就算你有双倍的装弘底下 所以这边下来啦 有没有办法去研究到什么 例如四手的攻略我就觉得非常的重要 那也是后续的事情 基本上各位啦周看殉章的位置 看自己有需要的道具来交换就好了 那后续追加的合作任务里面 除了身方松里面公布的两个有殉章跟称号以外 他还有追加了三个只有拿到咖啡的任务 那基本上各位周可以参考一下 周前面两关嘛 根据组合到不同的角色来去达到 要出事以外啦 还有一个你要去打特级果30个 那打特级果30个其实周时间问题啦 所以这边的话也不太重要 那当然比较重要的周会有一个任务实施 需要用到CCG的角色来去通关超级集 那基本上这个CCG的角色啦 各位周可以在图间里面去打上这三个应论字母 周可以得出大概的角色 那基本上这一回的合作角色嘛 其实有点逼你去用灵物 那出事以外的话 无科角色比较好用的角色吧 大概就只有雅门钢太郎 如果啦没有灵物的玩家的话 就可以去考虑到三只雅门钢太郎 然后再好友用一只灵物去做一个挑战嘛 毕竟关卡的难度还是不高 所以应该就还好啦 后续的身方松情报 就会来到保证多多属性转弹 那基本上他的玩法也是跟以往一样 嗯他这个比我想的还更快推出耶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周是会抽到八元跟麒麟娥的那一个 好了好了 转弹的部分还是跟往常一样 就只会去推荐到 头一个免费时间抽码 周还是安然就算 那基本上后续的部分 除非你本身真的是很有钱去科技吧 那基本上周不会去推荐到 抽到最后为止 因为他最后一个保底啦 也不代表说可以中到你想要的角色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我觉得也是蛮硬的 最起码我自己就看过一堆人 250克宝就花下去 结果就换了一堆餐馆啦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 我觉得科技也不值得那个钱啦 而且台版还有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前面提到的 5月12号坦珠包新闻的震撼号 那这边下来的话 如果台版有去跟上这个活动的话 那这个时间是有去重叠得到的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 假设了台版真的有这个活动的状况底下 还是会推荐到大家等到 坦珠包新闻以后 再决定要不要去花宝珠下去这个活动 可能台版有一些什么 另外更特殊的要花宝珠洞洞嘛 那如果到时候第一天就抽了 可是会后悔哦 那升放送的终点整理啦就到这边差不多 我自己的评价嘛合作到17号结束 那下个礼拜的升放送就会放在5月16号 所以也不用指望说什么下个礼拜会有再一个追加超级集 那大家比较期待到的有马归将嘛 我觉得这个周差不多已经确定跟你说 东京餐种很有可能会有第二坛的合作 当然这一次周还是有这个小元啊 还有试炼之门之类的玩法啦 周只不过比较小的问题嘛 周在说 他的殉杖角色最多就只能让你换99字 所以你就不能去透过刷殉杖来去叠这个集运数 而且如果你中间不小心卖掉一字 那就不好意思咯 那整个活动下来了还算是中规中矩啦 我自己的话就还是有点保留吧 好吧那废话也讲的差不多了 那后续就来到包新闻侦探号的预想 那基本上早两年的惯例嘛 八九年跟九九年 他们其实还是会先推出角色的上修 那每年的话大概都平均两只啦 八九年的话就分别会有妈祖跟西皇五 九九年的话就会有杨贵妃跟皇超军 那基本上他们当然嘛 除了角色一个上修以外啦 就还是会有松抽的活动 在八周年嘛就送了一个十年抽 然后来到九周年就已经送到二十抽 所以其实每年的台版 我觉得啦 每年的台版周年啊 还是会要到这两个状况啦 当然他这个送抽还是没有这么轻松的 要你去叠满角色以后 才可以去获得到这个转单欲 那后续的话顶多周 特要支援吧 特要支援就去年的 前年的话就是感谢之间 我是觉得没有意外的话 今年就应该还是会有特要支援啦 那宝珠的位置也是送的不多 整体上还是会要到五颗宝珠跟怪物相识体分啦 这个差不多也是惯例啦 那基本上讲到还是最重要预想的部分嘛 其实角色的上修啦 我是觉得会要到比较繁重版的原创角色 还有就比较中国风的类型嘛 我就觉得有机会 今年上修的角色就分别是神龙跟刘邦 那刘邦其实比较早之前就推出了受神话 但问题就在说 其实角色强度已经掉落这个版本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 我觉得趁着这四季会来去做一个上修也是不意外的 那最重要的大家可能就会想到 特别去开这个震撼号会不会有机会去公布到合作呢 我觉得机会还是偏少啦 因为本身如果台版去公布合作的话 在这个时间点肯定是台版先跑的 最起码我觉得四五年来差不多四五年了吧 都没有台版合作先跑的案例 所以也不用期望到 可能台版十周年撑的这一次机会 去举办一个日版都没有的合作 当然我觉得他这个状况啦 去开启这个震撼号 另外一个想法嘛 当然他就可能去举办一个线下活动 就有机会去举办线下活动 例如早两年其实就马克贝啊 马克贝也是比较夯的 那这边下来啦大概就这样 那基本上台版的活动啦 我也不会去抱有太多的期待下去 那最起码这个十周年以前呢 其实看得到的更多还是工商 跟一些活动而已啦 也没有特别去针对到十周年去 弄一些什么庆祝活动之类的 所以你要说期待度高不高 我当然还是不高 好啦那影片就到这边差不多 如果有什么提问的话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呢 可以帮我按赞按订阅 那就到这里咯 拜拜